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机场接线 我是Jerry苏东宇 今天我们要再次来到手机单元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观察 现在大家最热门讨论的有哪一些机种 有哪个品牌又推出了新机 其实真的就跟汽车市场是一样的 你不断的会发现新的符合消费者期待的一些机种 或者是如果它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杀出重围 它是有什么样的魅力点 我们会看到品牌之间市占的销涨 代表什么样的趋势 今天达人朋友们又带了好多手机 一一来比较 带你来了解 你有没有最近要换机的预算或是打算 一定要好好地看这一集 首先我们来看看国外市调机构的调查发现 全球的智慧型手机已经连续8季是衰退的 这个代表什么呢 小徐 其实连续8季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以历史上的手机销售的状况来说真的是产上加产 连续8季那不就是两年的意思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随着疫情大家可能会想象说 大家会在家里玩手机平板 可能它的销售会曲线会成长 但事实上却看到这个销售状况非常的糟糕 其实不只是国外的市场所做的调查 我们包括连台湾的市场都看到同样的状况 以往每个月大概台湾市场的手机销售大概可以有五十几万支 但是大概在近几个月我们所看到的销售数字都摔到三十几万支 这个数字是几乎 这几乎要腰斩的呢 对 几乎要腰斩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整个市场手机的销售多么低迷 那这个低迷当然很多人在看说 每个月的手机销售排行 我们从这个每个热销的手机的这个型号来看 几乎除了iPhone之外 大部分Android手机都是落在大概一万五左右 甚至以下的机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对于智慧型手机的购买 不再去追求很顶级或者是价格很高的 大概在一万五左右甚至以下的机种 许多人就觉得我非常够用了 那原本买旗舰机的人他所使用的这个使用周期也拉长 你看现在你看看现在的电信月 以前我们买手机绑约是多久 大概两年嘛 你先去市场看 绑约到四年 这么长约 对 这么长的约到四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消费者这个更换的周期 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很多人不换手机 因为他觉得够用了 很多人买手机买一万五左右甚至是更低的 他觉得我够用了 厂商也感受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越来越多的厂商 把高的规格往下放 所以你现在反而会看到这个循环 就像我们在讲说 汽车市场入门急俱 他现在功能也不入门 对 因为他一点都不阳春 手机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三星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让大家一直在关注说 他有一个发表会在七月 对不对 对 在上周 对 上个礼拜 没错 然后端出来两款的折叠手机 对 他们今年的策略就是上半年是S系列 下半年就是折叠手机 那折叠手机他们 你可以看到我有在韩国 因为我去首尔 我有发现到 在十个韩国人里面 有六个人是拿折叠手机 这么高 过一半 过一半 对 现在怎么样 拿折叠手机才是新潮流 是不是 应该是说韩剧一直在打 然后这个市站 其实一直在往上跌高 你可以看到其实 他们折叠机有分两款 一款是他叫Ford 今年是出Z4的5 对 这一台就是Ford5 对 这一台是我自己的Ford4 对 因为我是从第一代一直用到现在 对 那你可以看到 Ford就是我们讲对开的 对开 对开起来 你就会觉得 你可以把它打开 对 很明显 你看 他打开以后 来 我把你按起来 解锁一下 他打开以后 他就可以像一个小平板一样 因为打开是7.6吋 很多人觉得这样看 什么都很过瘾 除了看剧 打游戏很过瘾以外 如果你现在要多工也可以 因为它可以同时开三个多工处理的APP 像你有时候在找资料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非常好用 但其实在折叠机里面 其实大家 为什么我说它今年是很完美的一年 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一下 最新推出的它的机种名称叫做 好 它们叫Galaxy Z4的5 5 对 那我这台是Z4的4 那我们看到 所以这台是新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它第一个 有更新到什么 你知道吗 中文姐我们把它合起来 合起来 先合起来 合起来 来 中文姐 你有没有看到 我真的够厚的 对 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缝 你没有缝 你这是光差吗 我这个呢 没有 这是铰链的设计的不一样 我的密合度很好呢 对 所以今年它第一个 很工整耶 第一个就是大家很讨厌的那个 来来来 再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上面的缝 有没有 我这里中间都是 没缝 哦 这个感觉质感好很多 对 它这个铰链重新设计过 那这个铰链重新设计过 转轴是不是 转轴的设计 对 那因为我在想 它们的转轴设计 其实设计得非常精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今年呢 密合度是很高的 这个就是立刻两代 一比较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你手握感就会觉得 有进步 觉得有进步 对 你就会觉得它这个手握感 比较好 你看 中余姐拿这支手握感 它比较厚一点点 有哦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密合 这个就开开的 是不是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要展开嘛 所以来 我们一样给中余姐摸 好 来 你摸中间的折痕 折痕啊 你看它这个折痕 比较不明显 它的折痕比较明显 有哦 是不是 对 所以它的折痕 这边它也重新的 去用好一点的材料 搭配这个转轴的关系 再来第三个 因为今年的旗舰机 大家都会装最好的处理器 S8 Gen 2处理器 也在这手机里面 对 所以光这几点呢 很多的消费者 如果有些人可能今年才要考虑说 我想要入手大的折叠机的话 我觉得今年的 更轻更薄这件事 确实对折叠机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卖点啊 没错 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对 它唯一的遗憾 我们不能都讲好的 当然啊 唯一的遗憾是呢 它的相机的模组呢 没有升级 它的相机模组 跟我的V4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模组不好吗 没有不好哦 其实也是好的哦 为什么 因为它搭配了 最新的处理器的关系 所以这新的处理器呢 它在AI的算法 所以你在夜拍啊 在拍照上面一些细节 一样都还可以 其实还是会赢过我的V4的 好 这是大支对不对 好 来看小支的 小支的是因为韓剧一直在 所以你说韓国的民众 现在十个有六个拿折叠手机 是拿少的比较多 小支比较多 大的只有两个 我这个有去看一下 所以它更可爱 它更可爱好 但是呢 它今年进化 我都是旧的是不是 来来 苏东姐你要拿新的 旧的交给我就好 好的好的 我都拿旧的就好 我也想要新的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看 它的外萤幕 它这次的更新就是外萤幕 好明显喔 它这外萤幕呢 是3.4吋 它是1.9吋 所以外萤幕 赢啦 我赢啦 有变大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喔 它这边呢 外萤幕呢 你可以自己去使用 有没有 你甚至于 外萤幕Line也可以喔 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喔 也可以 你滑过来 Netflix也可以 YouTube也可以 喔 这个这个好 对 甚至于 你看你要玩什么 抖音 App 都可以直接这边 Uber E也可以 全联配也可以 所以你如果不需要打开的 这个大萤幕的话 对 你光是就这样拿着很小巧 然后就 用外萤幕就好了 对对对 视力够好的 对 没错 第一个 好 所以它第一个 它外萤幕变大了嘛 那第二个地方呢 我刚刚讲的 好漂亮的萤幕喔 大支的转轴改了 那我们小支的Flap 5 转轴是不是也要改 是 来我们给大家看 来 你看 我有缝 你没缝 你看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有差 对不对 当然当然 然后再来它其实它的 待机的画面也好好看 它待机的画面其实有非常多 你可以自己换 你也可以换照片 对女生看了会喜欢的 对 它虽然外萤幕 我们刚刚说OK 对不对 所以一样嘛 对不对 里面摸起来也会比较平整 比较平整 而且但是它的拍照呢 其实也是比较舒服 比如说像这样 对不对 就可以在上面就拍照了 你可以看着 要自拍也很方便 自拍也可以这样 对不对 你也OK 你看喔 甚至于 没有 你可以自己看 对 我们上次试拍过这个 对 这个功能很好 这个就是男朋友如果 不会拍照 我们就开着这个功能 这样就好了 没错没错 随心手遇 随我们自己要的 随你要的 对 因为你们的拍照技术 都会找到死亡角度 真的啦 我同意 所以 但它的处理器也是用跟Ford的5一样 用最新的处理器 所以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差别 没错 再来呢 对 手表 这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吗 这一次呢 我个人是喜欢 无边际的那种 边框 边框 像这样 因为我觉得无边际 看起来 这两支都是新的嘛 对 Galaxy Watch 6跟6 Classic 只是说我这支很明显 有个表的外框 对 这个外框是 你知道后面那些达人最喜欢的 真的啊 他们很喜欢实体表框 因为 怎么样 它是可以转 你转 你转的时候它就可以切换 你可以拉近 你看 有喔 有喔 就是你可以转到你想要的APP 想要的功能 甚至你可以测心跳 都用转的就好了 然后我这一款6呢 它是虚拟的 但 那个Kiss Play他們就说 那虚拟的有时候转不好转 不是 因为有时候你在跑步的时候 手湿湿的 其实就不好转 所以你还是要实体表圈 你在touch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 对 就像是那个车里面的那种温度调节 对对对实体按键 想到实体按键 没错 那它的萤幕大小其实 不管你是选Classic 或者是选一般版 萤幕大小就是有1.3寸跟1.5寸 你看你这个明显就是1.3寸 对 然后我这个是1.5寸 比较大 比较大 大很多 而且它今年的其实还蛮多表面 其实还蛮 我觉得蛮好看的 这形成表写黄金线路影 是我在用的 那实际在功能面上 它有什么是特别 因为这一次而变得更好用吗 其实应该说第一个 该有都有 比如说你要睡眠侦测 睡眠侦测 对好 然后比如心电图 然后甚至于它可以 那个体脂 全身体脂那种测试 它都有 该有都有 然后运动的也都有 对 那所以其实 支付也有 那两款的价差很大吗 两款价差 我觉得 应该还好 应该是实体表圈的 会比较贵 贵一点点 这个比较经典 比较经典一点点 他们视为经典一款 那你会怎么建议 消费者 老实说 以大家呢 如果很喜欢用智慧表的话 像有实体表圈的 我认为 还是很多人爱的 然后 像以我这种的 喜欢大表面的话 我 我会选择 Watch 6而已 对 另外一个呢 它其实有一个升级 就在背后 它这个叫快拆表袋 它上一代没有 快拆 怎么快拆 快拆它就是一按 一按你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快拆表袋 它上一代是你要撥过来 再拿起来麻烦 很方便 它就是快拆表袋 而且它今年也出了非常多的表袋 对 然后重点是 刚刚我们家的 不是我们家 你们家的 它说有时候你在睡眠 偵测的时候 会有那个绿光一直在偵测 在闪 它这一代可以把它关闭 那个绿光会形成干扰 是不是 就是它睡觉的时候会觉得 那怎么有个光在那边那边闪 一直有个光源 它这次呢 那个光源是可以关掉的 对 所以在健康监测也是没有问题 OK 而且是在消费者回馈上觉得 这些都是消费者回馈的 对 然后它在发表会 其实还有一个平板 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我就没有带来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Tim哥 好 谢谢 好 那大家都有看到了 折叠机 现在变成市场新宠儿 好 那接下来小旭 一样是折叠机 但是而且我要特别感谢 这个Tim哥刚刚为了这支手机 已经把它的功能 几乎都介绍完了 來 怎么样 大家都大同小异 你不能说大同小异 我因为 没有新亮点吗 你来看这个红 亮不亮 亮 够不够亮 再来看一下这个红之外 它的缝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缝 也没有 对不对 好 可以可以 再看到这个外萤幕 也是很大 也是很大 这个是不是有更大 对 它三点六寸 比刚刚的三点四寸 要再大的一些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在这个萤幕上面 直接来进行看Line 看YouTube或者也都可以 来 我来简单示范一下 大家现在真的拼得很凶 真的 一个外萤幕 什么都要做 而且它这个操作 就跟智慧型手机一样 我们现在怎么解锁 向上滑就解锁 左右滑 我可以看到应用程式 就是跟我现在用手机的一模一样 对 也跟刚才Tim哥说的 有一个一模一样 所以我特别感谢Tim哥的介绍 因为我刚刚的功能都介绍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有一个其实是他不一样的 真的 他是原本APP就可以在外萤幕 但是三星的呢 是他有一个要下载一个程序 所以他要透过一个外挂 外挂你才可以把我刚才说 什么Uber E那些放上来 所以他要透过一个外挂的程式 他要透过外挂 去运作 这个是直接可以直接 那一件 像我现在Line 其实这里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Line的所有的功能 都在上面 还好字很小 我们也看不清楚 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 接受度可能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想要让这个 可以看到的画面更大 当然他直接拉起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大画面 这整个 而且他的比例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比一般的智慧型手机 要来更长 我随便抓一支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比例 是更 更长的 更长的 因为这一支手机 他真的很长 他的手机达到22比9的比例 所以你在打痕 在追剧的时候 他整体的这个 视觉感受会更好 而且这个虽然是折叠机 但是他也做到了 左右两边的立体声的双声 而且他中间摸起来也是很滑顺 你看 中医姐 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 他拿来先摸摸看 对对 我要先摸一下 这里才 因为刚刚就刷密合很好 再看一下缝的部分 有没有这个相当的密合 其实现在这新的折叠机 几乎都走这样的 如果大家现在都拼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也要用色彩来一绝高下 当然啊 所以我刚才看到说亮亮不亮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亮 这是主打色吗 这个算主打色 但是应该说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对 他有这种消光黑 这个极致黑 所以大家就感觉比较商务一点 但是就是也很好看 对 那这一款非凡洋红的话 它是跟Pantone合作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ntone色 整个机身 这个侧边 这里我真的还可以看到Pantone的 这个黎明的字样 打在这个侧边 原来 所以他真的 因为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没有 那这个因为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特别 所以你那个算特殊色 我现在几乎看到网路上所有的开箱 大家说你 因为他常常问我们答案说 你想开箱哪一个吗 几乎大家都指定这个颜色 太漂亮了 那当然很多消费者会说我这么漂亮的这个手机 那带出去会不会很担心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耐用度 或怎么样 因为在标配裡面 他也提供给你保护壳 上面保护器也都给你了 所以基本上一些保护功能 他也都在里面了 那当然很多消费者想要体验看看这样的功能 会觉得说最大的门槛是什么 价格 现在的折叠 现在的折叠机大概的价位 大概都落在 大概 因为他都算旗舰区 几乎都在三万以上 今天走在这一款折叠机 它的价格 这个系列只要一万九千九起跳 也就是最低门槛也就是一九九零 你这一支一万九千九 我这一支是Ultra比较贵 它是两万两万九 那有另外的同系列的话 它的外面的这个萤幕会小一点 就是跟刚才所看到的这个 大概这个规格 对 差不多跟三星这个差不多 那大家一定 还是比较想要大萤幕吧 应该说看每个人的需求 因为有人可能用透过这个外萤幕来看 他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画面有点小 但是这个要真的要看你的需求 沒關係 试预算 因为跟车一樣 规格自己选 对 真的 因为有些人喜欢大轮廓 有些人喜欢小轮廓 有些人喜欢这个大的 你有沒有需要那么大的动力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就看大家的喜好而定 那目前的话如果深的想体验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到门市 尤其是现在三星 这个群系列也都已经 这个在台湾发表 也准备要上市了 那目前的话 因为摩托罗拉 这款折叠机 它是在台湾大哥大 这个独家销售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到台湾大哥大 可以直接看摩托罗拉手机 也可以直接看三星手机 因为是不是不是太多人 有察觉到摩托罗拉 也有在做折叠 不只许多人没有察觉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 原来摩托罗拉 还用出手机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logo的时候 但是非常怀念 我相信很多这个四五年级生 看到这个logo 非常怀念 而且他两万块 刚刚你有提到 他是有两万以下的 所以以目前折叠机来说 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尺寸 然后这样的一个变息性 而且甚至是 现在很多人过马路 会带手机露营 你也不要太猖狂 用这个就好了 他的后后镜头 可以直接的进行 甚至我要看到有人 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夹具 把它放在衬衫的扣袋上面 直接出去就这样录影 这也是现在很多行能控马路 一个自保的方式 他有很多应用 像刚才Tim哥说的 你这有注意到很多使用场景 拍照的角度 然后放在桌上的自拍 或者是他怎么样 他确实有一定的便利性 一个角度 其实他都有不同的变化 因为他就形成一个支架 对 所以折叠机 或者是一般平面的手机 那这个消费者如何去选择 我觉得就可以看大家 依自己的需求而定 因为现在价格也整个都当下 你看一万九到两万三万四万五万 都有各种选择都有 就看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来选 好的 谢谢小旭 大家要注意到摩托罗拉 现在还有手机 另外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何思 你今天要带我们来看的是 可能也是很多消费者 没有注意到喔 是的 夏普 大家都夏普的了解 可能是家电 对 其实夏普在日本市场 手机市场非常的卖 他手机厉害吗 他的手机呢 追求一个让你生活够用 喔 对 刚刚你可能遇上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选折叠机 你可以选这种flip 那听起来就是 我的购机门槛可以低一点 没错 他就是一万五上下 然后他厉害的是防尘防水 因为日本人喜欢做什么 泡澡嘛 对 你可以泡澡 泡温泉泡澡啊 对 他一直拿手机 对 你现在一追剧的时间 就只有在洗澡的时候可以追嘛 所以他就给你了防水 是 然后防尘 对 然后他的这个金属外框呢 也是均规的 然后他基本的 该有的功能都给 然后他也有6.4寸的大荧幕 所以说你要追剧Netflix 什么都没问题 是 如果说你没有要求到 你要在夺黑的环境夜拍的话 那他就OK 而且他最厉害的是 他设想的使用情境是 你可以追剧追很久 所以他里面就直接帮你装了 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一集60分钟的剧 你可以一口气追个18集 一季都看完了 有没有听起来就很确定 这是我需要的 对 一季都看完了 因为每次我追得欲罢不能的时候 是不是 他就不用充电 他就直接帮你RD 可以一口气连看18个小时 都没有问题 然后他眼睛要休息 对 手机可以不休息 他有帮你装了抗蓝光 对 这样你长时间看的时候 也不会说眼睛多疲劳 但当然还是要适时的看员 是 所以他就是第一 你在这种电量 或各方面的这些需求上 他都很OK 对 有价格又好入手 对 电量焦虑 然后价格焦虑 他就是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款手机 好 那谢谢 谢谢洪师带我们来了解 因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预算就是一万多块钱 是 对吧 可以找这样的就是续航高的手机 谢谢洪师 接下来CasePlay 你要介绍的这一支 你看哪一支里面最小就是那一支了 就他 就他 5.9寸 但是 你为什么是选最小 小巧 因为他就是出这么小的 我跟你讲 这个你看市面上手机 一支比一支大 你看 都是六寸以上 他最小 但是呢 他的效能 超级厉害 他是不是对小手的人很友好 对 因为他其实 他们这个品牌 华硕这个品牌就是很特别 他就是一直要切小手的市场 就单手握持 就很适合 但是单手握持 最难的东西叫什么 就是性能要很好 因为他如果性能不好的话 那大家用起来就直接不顺手嘛 所以他把那个最新的处理器 Snapdragon at Gen2 也放进去了 然后另外拍照也很厉害 对 所以这支我自己在做那个跑分软曲跑的时候 他都比那个市面上旗舰机都还要来得好 所以算是比那个 有照片为证 有照片为证 跑分跑得很好 然后他拍照也很好 录影更厉害 怎么样厉害吧 录影我们不是一般就是防手震吗 防手震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边边会被切掉很多嘛 但是他有一个叫智慧防手震功能 他就会利用里面的一个陀螺仪 那我们平常不动的时候 那他其实就不会有震嘛 那不会震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把视角放大一点 但是他遇到震动的时候 他就会把视角缩小一点 来去做避震 你看我们影片这里面 整个在超级防手震 跟智慧防手震的时候 智慧防手震的视角 就变得比较大一点 超级防手震 视角就变得比较小一点 你如果不说 我真的没注意到 就是你长的边边的这个部分 有时候你想要大一点视野的时候 其实用智慧防手震就好了 因为你每次可能只光专注在 人的那个抖动问题 但事实上那个边 边边其实有时候 你要拍一些景的时候 就会很重要 有时候你这些 稍微有些比较漂亮的景色 你就没有拍到 那除了录影之外 他拍照超强的 你不要看他只有两颗镜头 别人都三颗 别人都三颗对不对 但是他的数位放大变焦超厉害 我今天有带那个照片来 来 我们看一下照片 好不好 照片 这个我们直接看一下 最左边那张 我刚好去日本 它这个是通天阁 是 我就用三倍的那个数位变焦去拍 拍那个压缩感 你看那整个街道 跟那个就是新世界 跟后面的那个塔 整个就是压缩感压得很好 然后整个在 黄昏的时候 这别的手机不能做到吗 可以做到 但是他去做的不会比较差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好 那另外去哈利波特这个 他整个在拍建筑物的细节 锐利度超级好 所以无论在倒影 或是说在建筑物的锐利度上 表现得也很好 那我最惊奇的部分 就是在夜拍部分 他夜拍的饱和度 色彩饱物非常的好 这个都没有再调过滤镜吗 完全没有调 我就随手拿起来一拍就好了 就随拍就这样啊 对啊 他这个福建道合大社啊 他的建筑物就是这么红嘛 然后我就拍完之后 然后回来看照片 天啊 我好想再去一次 那种感觉 所以你在梦十就赞不绝口 对啊 拍照功能 錄影功能 非常的好 对啊 或是说你随手一拍 就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 这个算是单手旗舰 我觉得是非常 如果你小手啊 我是喜欢小手机的 我觉得这是值得入手的 所以他被你称为 就是单手性能怪手 对 那价位大概是 价位 其实也跟其他齐天器 不会差多少 甚至比较便宜一些些 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继续来讲拍照 谢谢Kisspray 小旭要为我们介绍 就是很平价的选择 没错 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基总基本上价格 至少都要万以上嘛 好几万 都要一万五啦 甚至是要折叠基 价格更高了嘛 那刚才Kisspray介绍那一支 我自己体验过 其实他的拍照效果是真的很好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 Kisspray回到日本之后 整个这个风采意义 好久没回到 我今天 他好久没回日本了 才去日本玩的 我真的 我见到他我都会称赞说 我觉得你每次啊 在FB出现的画面 照片 真的很好看 你你真的很有礼貌 这是一种美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评价集 因为刚才Kisspray所介绍的部分 是在拍照上 有很好的表现 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所有的系列 其实在拍照表现上 真的都非常的好 而我现在要介绍的 这两支呢 他是万元以下 一支我看一下 也是两个镜头 Vivo这支 他两个镜头 然后是九千九 那这支Realme的话 他也是前两天才刚刚在台湾发表 八千九 所以两支都不到万元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外观上 几乎都走这种 非常Bling Bling的这种感觉 在视觉上 都会细闪的那种 对 在视觉上就非常讨喜 那其中呢 尤其在Realme 他最近这个Realme 11系列 他还主打精品设计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外型的部分 在同系列 刚刚所看到的八千九 可以看到这外型 整个Bling Bling Bling的这个线条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同系列 因为这个镜面又很漂亮 对 那同系列 对另外一个PRO款 甚至还有像这个 我们一般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皮革的这种缝线 有点像名牌包的感觉 是的 这个其实在目前 也就是在万元集聚里面 非常讲究 在外观质感上的打造 但你会觉得说这手机拿出去 我装上保护壳 他弄得再漂亮我也还好啊 我主要的是 能不能顺畅的运行拍照 好不好看 那我今天我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拍照部分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万元以下手机 你不要失望他拍照 拍照就是赠品嘛 能够扫回QR Code就算不错 但是臭 以现在来说 我们刚才前面其实有提到 现在很多的车款 在入门车 也不入门喔 盲点也有 怎么一些侦测 跟前面的一些ACC也通通都有 同样目前在万元手机 你不要说他不到万元 规格就差 没有喔 我们来看一下实拍 好 看实拍照片 你怎么回日本有拍照 我也有准备了这个Y36 Vivo的Y36 我刚才所提到它的价格是9900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夜景的部分 像右上角 那整个的室内的灯光 那是夜景 对 右上角那个是夜景 我们看建筑物上面 招牌的那个整个的颜色 跟底下这个门里面的 所有的招牌的光线 你有没有看到 它几乎都没有过曝 而且整个的细节 都是非常清晰 是的 那如果你在回到说 像室内环境里面 通常也是 光线也会比较不充足 所以相关来讲 我们看一下下面 两张室内的拍照 你也可以发现 它整个的细节表现 都非常的好 甚至我们看 右下角那一张 它的上面的吊灯 里面那个灯珠也没有过曝 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你可以想象 这是万元以下 九千九的智慧性手机 这也都是直拍 直接拍的 因为现在几乎相机 都有带给你AI运算 所以它几乎都帮你算好 我们简单讲 AI就是帮你修好图了 所以你直接拍完出来 就是这么漂亮 万元以下 不可思议 那我前两天看到 Realme 在发表了这个Realme十一 十一就是八千九 八千九 然后讲说应该也是赠品 拍猫咪 结果你看 你看这个画质 这个八千九的手机 它带来一亿画素的高画素手机 在这个价位带 我拿去拍猫咪 大家看一下它脸上的那个线条 跟那个无辜的感觉 栩栩如生 就帮你带 你的重点是猫吧 那猫好可爱 我们的重点是手机 是 是 那就猫也可爱 手机也对 所以你看看它的整个的细节 你也可以想像说 哎呦 这是一台八千九的手机 所拍出来的吗 整体细节竟然这么细致 而且我现在拍猫的这个脸的特写 是用它三倍放大的 这个无损的变焦所拍摄的 所以它连画面放大 都带给你这么清晰的质感 你就可以想像 现在万元以下的智慧型手机 也真的一点都不含糊 对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 我们讲入门集聚里面 也一样找到功能很好的手机 所以你如果想要大画面也有 相机拍照感觉不错也有 当然稍微我要讲一个遗憾一点的 就是万元以下手机 它的镜头数当然就没有 我们刚才看到有三颗 功能的那么多 像这两台它唯一让我觉得遗憾的就是 它没有超广角镜头 但是如果以一般主镜 那没有超广角 不是也影响你拍照吗 看每个人需求 因为我发现 我发现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他连iPhone的超广角镜头 怎么切换 他都不知道 OK 所以找到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经常需要拍摄一些日常的生活记录 也不去拍做很宽广的一个大画面的话 基本上万元以下手机 也对你来讲非常够用 这种长辈小朋友我想都没有问题 OK 谢谢 谢谢小旭 谢谢四位大人朋友们 一开始就给我们满满的手机 大家又看到了最近的流行 有没有热让你心动又想换手机了呢 等一下再来看 那使用手机会遇上什么样的疑难杂症 稍微回来 我相信我们的3C大人朋友们 日常一定很常被问到手机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也整理了一些 可能也正是你想要知道的 首先请教Tim哥 Apple Map跟Google Map哪个好用 我印象中应该你是Google Map的重度使用者吧 我是 但是我今年呢 投了Apple Maps一票 为何 因为它今年呢 改进非常的多 包含呢 你在它地图上面可以看到 你在行驶的路段 限速是多少 你看得到 然后第二个是呢 它会在提前 可能一两个路段告诉你说 你接下来要右转 它会用语音来通知告诉你 那这个呢 其实再有一个好处是 因为我们同事 有人是机车族 是 所以他说他不可能呢 边骑机车 然后边看那个导航 他等于是用听的方法 所以他在听的时候 他就可以知道说 我接下来在什么地方 多久要开始右转 然后呢 他在测速照相上面呢 精准度也变高了 嗯 对 那另外的部分是 这个是 呃 我的那个 外国朋友告诉我的 他们呢 在旧金山呢 都是用苹果地图 原因是因为 当你停车停完以后 其实这Google Map也有 他就会跟你讲说 你车子是停在了 呃 停车场的哪一格 他那个也都全部都有 但我觉得重点是 我刚刚讲的 就是容易健忘的朋友们 你就可以知道了 他就帮你寄好了 对对对 是这样吗 但是 那我刚刚说的那是 Apple Maps嘛 但我觉得Google Maps 有一些也是非常好用 包含呢 第一个他在所有的 餐厅的资讯上 整理的是比苹果整理的好 没错 那甚至于评价 因为大家 现在都是看口碑在搜寻 第二个他离线地图 也做得很好 他像有时候 我们要去日本啊 去旧金山 你用Google离线地图 你也不用怕环境 你附近没有任何网路 你一样可以用 但这个 他还是贏Apple Maps 那Tim哥你去韓国的时候 用什么地图 我去韓国的时候 我用Google Map Google Map有吗 Google Map不是用不了 他很难用 他很难用 但是基本的 你还是用得到 可是 其实在韓国 应该他们有个叫什么 用Never Never 对 那只是说 Never 对我们一般的 因为他都是韓文 比较容易 所以就还是有这种 卡卡的问题 还是会开 但是我认为 其实现在的很多地图 他的进化 其实让我们消费者 会觉得更好用 对 因为 最好都结合 十一住行 什么通通都有 你看我现在看了这个 他可以直接呢 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要怎么念 有时候你要上 日本计程车的时候 你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还是要让 你这个是用Google Map吧 蛤 这个是Google Map 对啊 这是Google Map 对啊 你就拿出来 你就放给他听 所以听起来 确实都更有优点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绕回一个习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Apple Map 它现在有进步 进步很多 对 有加分 好 下一题 请问 手机要不要贴保护贴啊 原厂萤幕杜膜 可以撑多久呢 虎师 对 这个就是看人啦 看你如果说有玩手游的需求的话 可以贴个雾面保护贴 因为你这样滑起来 就会滑顺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 有些人会在大太阳下使用 那就要抗炫光保护贴 然后有些人呢 他可能手机会用一年 然后隔年就买掉 那你当然就是 荧幕上面不要有刮痕嘛 这就可以贴个保护贴 对 但贴保护贴 也不是说没有坏处 有一些保护贴 它可能会有比较粗的那种 黑色的边框 对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 你看起来的这种视觉效果 那或是说你保护贴 没有贴好的时候 现在有一些手机 不是荧幕指纹解锁吗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 你的辨识速度 对 那如果不贴 真的就只靠原厂的那个镀膜 那个可以撑很久吗 这就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说你是旗舰机的话 通常两三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如果你是中阶机的话 可能一两年你就会觉得 滑起来好像没有很顺 还有一种使用情境 如果你说你住的地方 风沙很大 或是说你的工作环境 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种风沙的话 你可能手上有沙子 你就会把他那个镀膜慢慢刮掉了 这种也会影响到使用上的差异 是 但还有一种人 就是艺人 他会贴那种防窥的 防窥的 但是今年 应该说今年的防窥保护贴 其实有进化了 怎么说 因为你知道有些防窥保护贴呢 你会觉得 连自己都看不到 对 那边近视看 像我们 但是他们今年有进化 就是让你也可以多看得到 然后你侧边的人 是真的看不到 对 很赞 所以那个很适合你 我没有贴过那种 我会考虑一下 其实那个在捷运上 超好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捷运 长得比你高的人 会看到你的手机在看什么 你是说Kiss Play常看人家的 不是 很多人都不看自己手机 就会看别人的手机 看别人手机 你确实不懂吗 好 接下来下一题 相机会出现奇怪的光斑 或一条条光线造成的斜纹 怎么办 为什么会出现 就是拍照起来的时候 我先说光斑这件事情 它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就是 你用iPhone 什么意思 这是iPhone独有的吗 它底下 右下角不是有一圈一圈 这个 对 那它其实就是iPhone的特色 对 因为iPhone它的 其实它那种炫光 那个耀光 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呢 它就会出现一圈一圈的 那在最左边那一张 这是因为有阳光光线的关系 阳光对 阳光下来之后 因为它镜头框 然后框造成折射这样子 那左边那一张 最左边那一张 它其实是因为贴了 品质比较不好的保护贴 对 就是你的镜头保护贴 你的左边是指哪一张 中间吗 最左边那张 最左边上方 不是有一点一点 像飞碟一样的 你说这些啊 对对对 那其实是底下的光线造成的 你不要以为天有异象 我跟你讲我拍到天有异象 好多点点 对那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荧幕保护贴 不是镜头保护贴品质没有很好 所以它有一个耀光存在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那个镜头保护贴拿下来 其实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把很多人去看了之后 根本不知道是自己保护贴的问题 很多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啊 就说我拍到这是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 是不是是不是 对 跟我的反应一样 是贝碟吗 对 不过有一个手机品牌很 这个很很机车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Vivo 他用那个菜丝镜头 因为他那整个耀光都没有了 所以他自己还做了一个 模拟的那个光斑出来 真的我觉得他很酸 你知道吗 那中间这种 中间这个最常有人问 就是说 为什么我拍照起来 那个会有一条一条的 对的灯光拍都有一条一条的 我手机是不是坏掉 我是不是应该拿去保固 我就说没事没事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把那个保护 那个镜头擦一擦 擦干净就好了 请问一下你们平常会 习惯固定式就会去擦镜头吗 我都是拿衣服这样子 直接擦一擦 我都这样耶 我推荐一个好东西 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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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刷现在不是很多那种 软毛刷头吗 软毛 你就把它刷一刷 哇他连那个镜头的框 不会刮坏吗 软毛的 要软毛 对 因为那个镜头其实 镀膜其实算是蛮强壮的 对 你不要拿棕刷啦 不行 那用棕刷 对 那用铁刷就好了 那你们用衣服擦是真的OK OK啊 反正有纖維的东西擦OK 基本上每一支智慧型手机的镜头 它的玻璃都会特别的硬 对 对 甚至有些用到蓝宝石 那个等级是很好的 好 那接下来 我觉得每天可能都要遇到 夏天手机容易变很痛 要如何散热 就手机不要拿出去就好了 放整洞庫 是不是 我眨有一種何不食肉 沒有啦 基本上有整理幾點 可以提供給大家参考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畫面上 所以看到這幾點的話 就是有提供到 如果今天天氣太熱的時候 該如何進行防範 但一般的消費者 當然最常會遇到就是 我外面天氣非常熱 像我在很多社團 就看到消費者說 我的手機在外面拍照變很燙 這到底正常還不是不正常 對 我跟你講在前幾週的那個天氣 幾乎每一支手機 誰沒遇到這個過熱 哪一支手機才不正常 因為以這個高溫來講的話 因為它其實手機本身 並沒有散熱的機制 對 所以這個溫度來講的話 基本上每一支手機 在太陽這樣直接的曝曬 其實都會造成非常的高溫 因為它是不是都只能自然散熱 目前 當然你可以被動 就是現在目前其實有賣很多夾具 是可以讓你把風扇夾在後面 你可以買那個華碩ROG Phone 它直接開一個那個 然後讓風扇之後 對 直接吸就好了 直接標配一個這個散熱風扇給你 但你現在看到很多的外送族 他們也擔心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外送族 前面機車把手放很多的 什麼遮陽傘 安全帽 就把這個手機照起來 是避免太陽直射 所以這部分是大家都可以考慮的 像現在很多人在車上 做這個衛星導航 你其實也都可以買相關的配件 把手機遮起來 避免太陽直接的這個照射 來造成高溫 那另外當然你平常要養成這個習慣 把App全部都關掉 沒有用的 那當然很多人也在鼓吹說 你可以定時把你的智慧型手機重開 讓整個記憶體進行釋放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都不常開關機 現在幾乎大家都不常了 那另外的話 當然很多人會犯的是 邊充電邊玩手機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來調查一下 避免邊充電邊使用手機 你都有做到的 來請問 80%可以嗎 是不是很難 等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就會注意事情 你說你手機80%你就開始充電了嗎 不是 我大概有80%的機率可以這樣做 但有20%的不會 但很多使用者是因為玩手遊 因為那個過程中會很耗電 所以他就可能放在桌上的時候就邊充 或是邊充電邊看戲 對 基本上這個都會造成溫度升高 所以盡量避免 好像還有些人會在床頭 或是在床上看 還放在手機 放在棉被上面 其實都會造成散熱很大的影響 這都不建議 盡量的話 再搭配上的話 我們避免這樣的場景 但如果真的沒電 還想要繼續追劇 換一隻手機 再Change另外一隻是不是 前面有很多鏡 當然你可以養成醫的習慣是 現在有很多的智慧電視 或者是你可以買一些投放的設備 把這個你要追的距 直接投放到家裡的電視或螢幕上 這也都可以解決類似的問題 另外當然很多人都已經忘記 現在的手機原來是需要換電池的 因為現在的電池不能換 要檢查健康度 很多人可能都會覺得說 我電池怎麼越用時間越短 溫度越高 我甚至沒用多久 覺得機身很燙 其實這都是電池擾化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其實都可以 另外有一個點是 大家平常可能沒有注意到的 你可以把你的電池開啟所謂的 底耗電模式 像很多手機其實都有 那低耗電模式 它可以讓手機 就是第一個減少很多的訊息通知 第二個它會把CPU的時脈降低 那當然這相關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耗費那麼多的電能 你就可以讓你的這個機身的溫度 比較不會那麼耗能 我們講說所謂的功耗 能夠降低的情況下 這個溫度也可以做改善 所以你平常也可以利用這個低耗電模式 像很多手機也都有 因為其實講到後面這兩個 就是有關於它的電池管理 有很多人覺得說我手機為什麼用個兩三年 它一定得換 你看我們以前用手機的時候 我們身上都會帶好幾顆 在那邊更換 那原因還是因為你手機每天至少都會有一次充放電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電池真的一千次兩千次充放電 它就真的不能避免衰退的話 那你就還是要更換電池 真的不要忘記電池是耗材 對 它是需要大概 我們建議大概在兩年左右 就換一個新的 真的喔 也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沒錯 同意 好 那等一下來看到就是 手機在你的使用當中 會不會覺得說 我對它的空間需求量越來越大 那怎麼樣擴充 現在達人們普遍又都怎麼做呢 稍後來聊 好 繼續來看 以前大家覺得手機從16GB 慢慢的256512 現在其實1TB都有了 那如果這樣還覺得儲存空間不足怎麼辦呢 好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做好最重要的三件事 其實是有七件事 但是我覺得這三件事你做到 至少你就可以把你的儲存空間 拉回至少20GB以上 好 怎麼說呢 我們剛剛進廣告的時候 我就直接先拉 第一個 你們最常用的就是什麼 Line 然後你看喔 綜藝姐 我的Line現在 在我的資料這邊 超多 37GB 你有沒有看到 對 我這個37GB 你這個是進設定裡面去看的 這個你到Line裡面的設定聊天 然後下面有個刪除資料 你選擇它以後 就會跳出這一個 它會跑出來說 你目前佔了多少的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有37GB 那這37GB 我們要怎麼辦呢 因為這個就是你平常 在那邊跟連結 加入很多社團 來 幫黃金線 加入黃金線的什麼 Line好友 一定要 那裡面呢 還有汽車周邊送你喔 有 是 當然 立刻家 好 那一樣 我們在裡面可能有人會聊天 或者是發布相關的影片或照片 其實都會佔我們手機的空間嘛 那這空間裡面呢 你可以怎麼做呢 有一些的聊天室 比如說你加入很多那種團媽 團爸社群 那一種呢 你會覺得說 它裡面有貼很多照片啊 或者是很多的影片 你就可以下面 我們實際帶大家操作一下 對 在最下面有個 一聊天室刪除資料 你就可以把它點下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最近的聊天室 最多的是這個 BOSS 就是老闆們的 他每天都在貼池的 他佔了740Mb的容量 這時候該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刪除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照片 你看光照片就632Mb了 我點進去才發現 原來我那個群組 佔的空間這麼大 對 你就去看 這樣我這個老闆這個呢 我覺得那照片 有一些我會存在我的相簿裡了嘛 所以我覺得沒有用了 你就可以按一下刪除 刪除 我馬上就釋放了600多Mb 在我的空間裡 這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最常用的是什麼呢 WeChat 微信 我有一個聊天室是1.3Gb 行不行 所以你看嘛 那個聊天室 如果你不常用 你就點進去 是我先生 那你留著啦 好再來 WeChat也會 你看我的WeChat 有32點 也是32G 我幾乎一兩個月就清一次 出存空間了 真的要清耶 這個不清這一直在流量 這邊也是啊 就是說你哪些的 比如說聊天的內容 或快取的啊這些沒有用到的都把它刪掉 對對對 你就可以伸出了很多空間了 第三個 很多會下載很多APP 可是APP你不常用啊 你自己直接就把它全部把它移除掉 有些APP 有些遊戲都一兩G的呢 你刪一刪 所以你可以選擇是要刪 刪除檔案還是訊息還是照片 沒錯 啊有些訊息搞不好重要嘛 對 那有些照片 段忠祐姐我們大家的個性已經這樣 這個照片很棒 比如說 就立刻存下來 比如說他小孩的照片傳給 哇好可愛喔 我一定存下來了 對他小孩的照片為什麼要傳給你 欸 分享 很可愛 很一樣 我就會存在我的相簿裡 我就不會 那你等於除了相簿 然後你LINE裡面又有 是不是等於雙重了 對沒錯 所以這幾個地方你把它刪掉 空間可以釋放很多 OK 欸今天我覺得這個 光是一個LINE的這個APP 因為台灣的朋友們 我相信你大概 每個人都會使用到 對 那你都不知不覺 被它佔據很多空間 我們把它釋放出來 也很好 對不對 那等一下來看喔 就剛才有聊到嘛 因為手機會發燙 喔 小旭已經有聊到 怎麼樣讓它散熱 等一下Kidsplay要分享很特別 人散熱的方式 稍後回來 其實有時候都很想探問各位檔案朋友們 私底下有沒有最近又敗家什麼啦 要推坑什麼啦 Kidsplay你今天帶來的東西很特別 特別在夏天很好用 對我上個月在日本 我就去買一個這個叫Sony Real Pocket 4 隨身冷氣 那其實我原本在台灣 我又買一個那種緊掛式的 那個真的超爽超好用 但是其實你現在穿西裝 其實就帶那個 你不覺得很有衝突感嗎 所以你現在穿的西裝 你有用嗎 我現在其實有用 就在後面 什麼都沒看到耶 就是這一個 它其實就是對於西裝組啊 在夏天的時候 還要穿西裝的日本人 超級好用 像穿襯衫啊 或是穿西裝 你很熱嘛 就是你還是需要正裝 對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脖子後面 放進去之後 然後它從哪裡散熱 或是冷氣從哪裡 就看不到對不對 那它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金屬片 它這邊裡面有一個智能晶片 那你摸上去這邊就是冰的 而且它還可以有暖氣喔 因為日本的冬天 冬海夏涼 對日本冬天很冷嘛 所以你放進去 這邊也可以變熱的 然後它的方式其實是 不是吹風 它是用吸風的方式 從底下吸外面排出來 所以從這邊襯衫的口 排出來之後 你裡面就不會有 那麼多濕氣在裡面 所以你像流汗很多 很濕的時候 這樣排出來 裡面衣服稍微乾一點點 也比較舒服 所以你真的覺得 它的消暑效果很好嗎 我覺得有限 但是不無消暑 但對於穿西裝來講 一定要穿西裝的人來講 因為它可以隱藏在裡面 所以是一種夏天的救贖 你知道嗎 有沒有佛帽子專用的 帽子你要放在上面這樣子嗎 因為我就夏天要戴帽子 可是很悶熱 很悶熱 我教你一個方式 你去燙頭髮 燙捲捲之後 你就可以不用戴帽子出門了 製造頭髮的蓬鬆感 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對對 在XPAY手上拿的這個 它會很貴嗎 一萬六日幣 所以不便宜 不便宜 對 比台灣那個貴大概三四倍 但我覺得有時候你戴那個 他們說直接戴在這邊吹風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選舉 這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你都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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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